大家好,欢迎又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想继续给大家讲加拿大疫情的发展状况 上个星期我记得我提到有一篇文章说 3月16号将是加拿大这边疫情发展爆发的开始 我特别想记录下来这一段历史 看看将来回头再看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可以说幸与不幸是我们这一代人正好置于这件事情当中 幸呢就是我们可以见证历史 不幸呢就是我们正好在其中前途急凶未卜 我觉得呢就是在上个星期呢 股市的上下大跌呀 然后还有这个各个国家都纷纷的提出那个抗议的那种各种的方法呀 手段的什么的 这个都是真是百年不遇的事情 所以见证一下也未必是一件坏事是吧 我只希望大家呢就是在未来的几个月里都非常的健康 平平安安的度过 然后呢我们再回头这一段时间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这个感慨吧 那我们上个星期呢就是说到的加拿大当时是只有好像是 我上次说好像是70多个吧 那现在呢就是有190多个确诊的病人了 那么呢就是虽然说相对于很多国家来讲它不是大数字 但是因为呢这个这个新冠病毒的传染呢比率比较高 所以呢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未来的事情就像股市一样 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是吧 我们现在坐这边都是在预测 有的人说哎不要紧大概就是一场这个大感冒而已是吧 有的人说就是会有比如一个国家里会有60%70%的人传染上 那么呢有百分之多少多少人会变成重症 有百分之多少多少人会死亡 我觉得呢就是这种预期呢都不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大家应该怎么做呢 就是可能抱有最好的愿望 就是你你的希望是要就是好的 然后呢在心里呢做好那个比较坏的准备 也就是说呢比如说有可能发生的一些事情都要事先想好你会怎么样去应对 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上前两天呢多伦多这边呢 就是上个星期还非常平静的这个市场 昨天和前天这两天呢 由于我们这边总理的夫人 他确诊了新冠病毒之后 突然大家发现有点恐慌了 就是你可以看到好多人呢就会到市场去抢购 然后呢买这个各种东西 然后就是可能是一种panic是吧 然后呢我下面会给大家看一些图片 然后你就会看到有有多么的紧张 但是呢我也问了一些人就是说 大家在那个里面是不是会有推推嗓嗓啊 或者说很不礼貌啊 那去的人都说呢大家还是很礼貌的 就是至少在多伦多这边还没有 但是也听说一些不太礼貌的事情啊 好像比如说两个人抢一个东西啊 会这个发生争吵啊什么的是吧 但是这个呢我觉得都是一个panic 那接下来呢我就是这是我今天早上去我们这边的一些商店门口看到的 就是说这是我早上比较早的时候 大概八点钟的时候有一些车子是吧 你可以看到比平时的星期六早上一定是多一些 但是里面的人呢并不是太多 有些content你可以看到呢就是他的那些啊 比如说canned food或者dry food可能会就少了一些 没有像以前那么多 但是呢呃在里面的人还是比较就是还是在很从容的寻找东西啊 然后啊买一些东西啊没有这种抢和挤的这种事情的发生 那我想至少呃今天来讲早上来讲还是比较安静的 那我自己的这个想法呢就是我这一两天我是不会出去抢购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人特别多都挤在这个呃 supermarket里面那不是大家就是如果有一个人有病毒的话 那么可能就是传染源要传染给十个人二十个人都不是问题 呃我觉得加拿大的好处就是地广人稀 所以千万不要这个时候挤到那个啊supermarket里面去 反而就是让这个地广人稀的优势降低了是吧 这是我的想法 那又说到股市了哈就是上上下下 那么有些同学就就就急于去买进啊 有些同学就趁高点卖出了 那么我觉得呢就是我觉得股市可能跌还没有跌完了 因为这个震荡这么大幅度的震荡呢 它不会是在一两个星期之内就完全的消失了 但是我觉得下个星期如果不出大的事情的话 比如说我没有看到川普总统这个生病的话 那么我觉得股市相对会稳定一些 不会像上星期那么那么这个波动哈 就挑战大家的心脏 有些同学可能问我说买什么股好 说实话这种时候呢 如果你想买的话一定要买那些市场上的龙头股 那我就不去一一举例了 因为我不想给大家一个就是好像我是在给大家recommendation 我就觉得就是说你应该买一些龙头股 就是你平时觉得特别贵又特别好又舍不得买的那些股 那现在就是时候了 当然不保证你买了之后还会就是它会马上会上升 但是如果说你是后注的话应该是OK的 如果你买加拿大股票的话呢 你可以看一下那些银行股都跌了很多 如果你就是看一下它的dividend yield的话 比如说像某些银行已经达到6% 7% 8% 那么这样呢就是非常好的eo的了 当然我们不能保证以后这个股价不会再跌 是吧 但是在这个点上它已经是很好的了 所以你可以考虑 然后就是我希望呢就是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 大家可以一两个月之内平平安安的度过 然后呢在一切都安静了之后呢 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这些记录 可能会觉得非常有意思 OK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聊